2016年因为吃刘宪华的醋,曾顺希在花样姐姐中抢吻了金城,当时金城正准备挑战南极兵勇,却因为到了生理期不敢下水,刘宪华跟金城玩得较好,于是抓住他的手鼓励他,但这一幕似乎让一旁的曾顺希吃了醋,他直接横插两人中间拥吻了金城。 这种突然的举动简直像是霸道总裁在宣布恋爱主权,搞得刘宪华只能信信的走到一边,不过刘宪华肯定能理解这种行为,因为曾顺希跟金城在节目中的亲密举动简直不要太多。 在一开始他们就认姐弟并且毫不避讳的亲密接触,有次金城把箱子落在酒店焦虑不已,这时却见曾顺希贴心的带着箱子过来了,金城立刻不顾忌讳的给了他一个拥抱, 两人平时交谈时犹如打情骂俏,有时脑袋差点粘在一起。 当他们赶不上飞机只能在机场睡觉时,曾顺希是枕着金城的大腿睡觉的,除了这些暧昧的动作,两人还常常说一些令人响入飞飞的情话。 刚到南极船上时,金城突然对曾顺希说, 如果说咱们在集办去趟北极的话,咱们就凑合凑合过了,咱们就凑合凑合过了。 再结合曾顺希抢吻金城的动作,他们的关系很难不让人生疑,不过随着花样姐姐结束拍摄,他们便很少有交集。 金城后来接连被拍跟王大陆邓伦在一起,曾顺希则跟陈玉琦传出绯闻,不知这是一场节目组炒作的方式,还是说两人真的只是姐弟。 曾顺希是一个背景咖,2018年港型中还没发文庆祝曾家东莞桥头商业会共务中心开业,文末却特意at了曾顺希。 联系曾家东莞这些字眼不难猜出,曾顺希就是曾家人,而这次巨子建立的大型公务中心,其中难保有曾顺希的一份子。 在开业现场感到庆贺的可不止周海妹,还有孙宏雷、李志廷等十余位明星帮忙打扣,这说明曾家在当地影响力很大。 虽然据推测如此,但曾顺希似乎很少显白家族实力。 曾顺希是广东深圳人原名曾威航,上学时的他一直是优秀代名子,2011年以优异成继考入深圳翠元中学。 白中学是深圳的重点高中,曾顺希则常常在八百多名学子中以三百多的名字不落下风,后来又以出众的相貌被一众学妹学姐们惦记,可无论是成绩还是颜值都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。 曾顺希没有借用曾家势力的一分一好,有传曾顺希在早期当过网红,后来因参加选秀才成功出道。 早期的曾顺希性格极其单纯懦弱,完全没有出身豪门的气场。 2017年他参加演员的诞生时,由于马可演技爆发,吓得眼色都慌张了。 话来得知胡君选中他复活时,他又是一副惊慌的神色,还多次惭愧自语,觉得自己受不起。 我觉得我受不起。 曾顺希可不是表面如此,他在背地里也是这样。 作为尚文杰公司的下属,他每一刻都活得战战兢兢。 2015年曾顺希为了讨好上级,抢着吃尚文杰吃剩的西瓜。 当时尚文杰都吓得退开半步,他可能没想到自己的一句玩笑话会让这个小孩如此较真。 而且之前曾顺希多次强调过自己特别讨厌西瓜。 但为了保住饭碗,他却能做到如此地步,实在不可思议。 其实曾顺希的校正夹杂着很大的求生欲,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老板并非善类。 曾顺希是2014年通过尚文杰举办的尚老板的练习生还选出道,后成为Fresh极客少年团中的一员,归属尚文杰名下。 作为曾经一手提拔华晨宇的伯乐,尚文杰之前风平极佳。 曾顺希起初也相信自己在他的带领下可以开拓自己的一片天地。 可谁想这个表面温和的女老板实际上却苛刻无比。 2018年网剧《人间烟火花笑》除热播,但作为主演的蒋家恩却很不开心。 因为他在尚文杰名下,工资被苛扣的惨不忍睹,三年只有6万元工资不说,还因为打官司失败,被判150万违约金。 最后蒋家恩因巨额债务精神失常,从此退出娱乐圈。 曾顺希同样受到来自尚文杰的压迫,他加入的极客少年团没过多久,便因收入不足而解散。 公司只留下了他跟侯明浩,当时上级给他定下一个规矩,如果他在半年之内活不了,就要转行做别的工作。 虽然压力很大,但曾顺希还是迎来了自己的左红之旅。 为什么他要如此讨好尚文杰? 但曾顺希内心却对尚文杰不满意,不久后网传他公司黑金分家,网传一直讨好尚文杰的曾顺希居然跑到了他的对立方聂心远这边。 或许他早就无法忍受来自尚文杰的压迫而选择另同民主,可一波未平,一波幼气,即便工作坏了阵地,但公司还是那个公司。 据说黑金公司对曾顺希资源分布不均,导致他只能接外戏赚外快,结果军威正式被公司以违约名义告上法庭。 曾顺希的600万工资被冻结,同时又被黑金索赔4000万,即便网传他家境再好,也没法抵挡来自资本家的压迫。 不过曾顺希既然选择一人这条路,想必已经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吧。